终于在一个杂草丛生的角落里 搜出一件东西来 我举着那件东西走过来 往保安哥面前一放问他 怎么样 还害怕呀 这保安哥缩着个脖 闭着眼睛 一直白说 别过来 别过来 这苏苏看着好笑 大叔 你觉得一个随身厅有啥好怕的 不不不 我怕鬼 你 你说啥 随身厅 那保安哥终于从极度惊悚的状态下恢复过来 然后脸色颇为不自然地看着我手中那随身厅 表情是非常的精彩 原来他见我东找西找就已经很害怕了 结果当我站起来的时候 他听见那哭声就好像到了我身上 就开始害怕了 他觉得这鬼要害人了 结果没想到 是一个小录音机 这喇叭效果还真不错 我就感慨了 这声音开到最大以后 在这安静的场区还真能吓住不少人 我啪哒一声就按下了停止键 拿出里面那盒子磁弹 对着把安哥说 等这磁弹放完之后啊 这随身厅呢就自动停止了 然后呢 你们就以为是晚上哭一阵 如果不嫌麻烦呢 这些人早上会翻墙进来 把录音机拿走 嫌麻烦呢 就放着 你们也发现不了 大不了晚上来捣个蛋 摁个剑子就行了 这酥肉一听有些愣愣 妈的 天才啊 这 这也行 这么一闹 不由得那些老板不信呢 是啊 每个场区都去放一下 就可以闹得人心慌慌了 再让有些人来宣传一下 说影响生意 那些老板还得保密 这样呢 把范围控制住了 还不怕来查 真他妈好手段啊 就这样 酥肉和我一唱一喝的 那保安哥就听我们扯淡了 直到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他不由得问道 你们什么人啊 你们怎么晓得这些 忘了这一出 刚才酥肉让保安 带我们进来的时候 是忽悠那俩保安 这场区里的女鬼 和我们有渊源 说不定能解 这一闹啊 是假的 还真得给别人一个说法 酥肉正想主意呢 我却一下子反应过来 于是我调整了一下 脸上的表情 非常沉重的对那保安说 大哥 跟你说实话吧 我身份只是一个可怜人 一个被那些假道士 几乎骗得家破人亡的可怜人 这说法好 一听到这儿 酥肉眼睛一现亮了 而我呢 则一把逮住那大哥的手 知道吗 我家被这些假道士 骗了三万块钱 真的要家破人亡了 我这辈子 没别的追求 我就想让这些人 被绳之以法 保安哥显然被我感动 也快相信了我的说法 可是他盯着酥肉 看了一会儿 他突然就说了 我咋看这玩儿 有点眼熟呢 前段时间 不是常往我们这儿跑吗 好像要弄啥商标吧 我是非常怨恨地 看了酥肉一人 这死胖子 一身肥肉 想让人忽略都不行 酥肉这时却非常严肃地说道 我其实 也是大家小队里的一员 我听说那些假道士 下个目标是你们老板 所以我早在一年前 就提前在这里了 为的就是熟悉环境 这酥肉真他妈能演 看那一副正气里然的样子 活生生把自己 从一死胖子 说成一地下工作者 事实就摆在眼前 那保安 可相信了我们七八分了 只是还是有些犹豫地说道 这哭声的是假的 可是老孙亲眼看见 骷髅走路 还有 老刘那天睡得 迷迷糊糊的 被敲窗子声音给弄醒了 就看见一骷髅脸 贴窗户上 这又怎么回事 这个 我一时也回答不出来 只能对那保安哥说道 这个骗子集团吧 手段众多 你今晚呢 也看见证据了 那骷髅肯定也是骗局 你等我琢磨琢磨 再来告诉你 或者吧 我再来手几天 把那骷髅糊糊了 给你们看看 我之所以那么耐心 对保安哥解释那么多 是因为他是我重要的证人 我不是多管闲事 当然也不是为了钱 而是从小就在师父的 耳濡目染下 骨子里就对这些败坏 道家名声的狗东西 痛恨到了极点 在那个时候 我以为是江象派出手 他们一直都存在 到最后我才知道 这种小儿科的骗局 不是江象派干的 而是另有其人 而这个人 就是把我和苏肉 坑到苗江的最主要原因 这就是人生啊 在我的解释之下 保安哥确定无疑的 相信了我 我让他把录音机 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先别动声色 不然那骷髅 也就不上钩了 就算骷髅上钩了 我也觉得要按兵不动 因为对这些狗贼的愤怒 让我发誓 要当着他们的面 狠狠的打他们的脸 只是这样揭穿 显然不够让哥哥爽 得狠狠的踩他们一次 于是在我的授意下 保安哥决定 先保密这件事 可苏肉不放心 这揭穿了这件事 你们老板 肯定要提拔你们 不提拔 这奖金也是少不了 所以真的别说 显然苏肉的话 要更贴近保安的内心 这保安哥 一口一个承诺 保证更不会说了 当然 为了万无一失 我们还是和另外一个 等在门卫室的保安说了 不然他第二天一生长 可就不好解释了 那保安哥听完这一切之后 呆呆的 最后才说了一句 那 那倒是我知道 挺有声望的 我们老板还透露一些消息 成都几个挺有名望的 古董老板 都找他们做了法事 非常相信他们的 那简直是凤若神明 没 没想到是骗子 我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真正会施法出轨 算天机的道士 都挺低调的 因为这些事啊 都是真因果的 损自身 不是万不得已 哪会轻易出手啊 要出手没两条小黄元 那可是不行 我说的当然是 我的师祖老李 那保安哥就问了 小黄元是啥来 亲条呗 接下来的日子 我和苏肉过得 非常的忙碌 辗转于成都各地 抛售手里剩余的货物 却没想到 这货一如既往的 延续了第一天的神奇 分外的好销 原来苏肉预计 一个星期才能销售完备的货 我们五天就卖完了 挣的钱不止五千块 都快接近六千了 这样的战果 弄得苏肉是激动万分 恨不得再重蹈覆辙一次 却被我给阻止了 我说苏肉 这样的手法 你说过 一次也就够了 这是为了积累资本 无可厚非 多了可就过了啊 这苏肉一边乐呵呵数着钱 一边又沉痛的 给了自己一巴掌 三娃 三娃 当我是被猪油蒙了心了 瞎说的啊 瞎说的 你知道 我这从小到大 就没挣过这么多钱 三娃 三娃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我懒得李苏肉 而是静止的躺在床上 我发现我对钱的东西 的确比较麻木 至少它不能激起我的兴奋 我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骗子道士的事 这几天晚上 我们也去瞎逛过 并没有遇见那个所谓的会走路的窟窿 这个让我比较不安 万一别人拿这事做文章呢 我该怎么说 怎么做啊 毕竟打假我是毫无经验 但是要我置之不理 那也是万万不行的 我把我不安就告诉了苏肉 谁知道苏肉这下子完全不在意 都说再说吧 这种事你就是尽本分而已 你又不能让这世界的人都相信你 苏肉说的话也对 可是我一想到那些人败坏了道家的名声 这心里还真恨不得所有人都相信我 见我心事很多的样子 苏肉就说了 还是不好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吧 多挣钱好好修道 三年之后 你也才好见江也不是 再说吧 这事完了 我们该去广州了 说完苏肉就关了灯 一滴声的叫我快去睡了 这说着说着 自己也打起了憨了 至于我呢 反而辗转不能眠 总觉得这样的日子 不是我想要的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两天就过去了 这两天 我和苏肉已经打包收拾好了行了 就等今天晚上打假的事情过去之后 就买火车票去广州了 法事要在哪儿做 苏肉是一早就打听好了 这天晚上的七点多 我和苏肉一早就来到这个 据说要做法事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间小厂房 为了做法事 很多生产设备都摆放在一边了 中间空出了很大一块空地 已经摆放好了很多东西 我一看这阵仗 真不得了 在那空地上 摆了一个跟阶梯式的架子 架子上面摆放了很多神像 最上面的是道家三清 再下面是玉皇大帝 再接下来几乎把中国神仙全摆上去了 我心想啊 这不就是驱鬼而已吗 看样子还得请满天神佛啊 谁请得起啊 上毛之术就颇为难得了 还要请着满天神佛 估计不懂行的 看看这样都觉得震撼 懂行的就如同我吧 都觉得这是扯淡 在这个气势灰红的架子下面 摆着一个长长的供桌 这供桌的供品可了不得 蜡烛清香就不用说了 瓜瓜糕点就不用说了 还有整鸡整鸭整猪摆的 那叫一个丰盛 我想起我师父上供 从来都很随便 一节馒头都可以 我师父曾经说过 这神佛啊 来和不来 跟供品没有必然关系 只和你这个师法的人才 有关系的 这满天神佛 又不是饿肚子的家伙 看见吃的就没了底线 这供品的多寡 也不代表是否新成 静一到了就好了 我在想这供品的时候 我旁边的酥肉 已经扯着一个人打进了 他在一旁问他 这供品够丰盛的 是你大师自己出拳弄的 这大师真够大方的 不是 我听说这些供品是老板 共同出的 大师能来就不错了 哪个瓜娃子还敢让人家出供品呢 这个人呢 显然被这个庄重 灰红的气势感染了 成为了那个假道士的粉丝 非常的维护他 那做完法事 这些供品咋办呢 这酥肉一向是很看重粮食的好孩子 估计问这问题啊 是在心痛做完法事之后 这些供品就扔了 你说这小子该不会是打算把他捡回了吧 我忘了一眼苏肉 苏肉完全不理我 只是盯着那个人 等着答案 那个人接着说了 这个我倒是听说了 这些供品在做完法事以后啊 大师要带回去亲自处理 他说是供过神仙的东西 别人碰了不好 是得神仙的不敬 得亲自处理 我这一听啊 真无奈了 这假道士 倒是真会扯淡啊 供品这种东西供完之后 普通人热热吃了 完全没问题 到他嘴里 到牵扯到不敬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 酥肉倒是先说话了 他悄悄跟我说 这倒是 真是他妈一兜八批 连这点供品都不放过了 不过也是啊 你说那么多供品 带回家去 往冰箱里 都能吃好酒的 我在一旁也跟着调侃 那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嘛 然后就继续打量这里 在长城的供桌前面 就是那个大师的法坛了 这法坛太华丽了 上好的黄色锦缎 纸人芝麻摆放的 那叫一个花团锦簇 估计啊 他是把开坛所需要的 纸人芝麻全部都背齐了 那法坛上 密密麻麻的放着东西 我也看不清楚是些什么 也懒得看了 至少啊 我没感觉到 任何一件有法力的波动 要知道 真道士对法器 都是有一定的感应的 就算灵绝不强的道士 那也应该有 那是因为长期的接触 自然有的感应 而在法坛的周围 还像模像样的摆放了 很多的蒲团 小桌 这干嘛呢 要上课 我是十分的好奇啊 于是就问旁边的人 这蒲团 给谁准备的 有很多大师吗 你不知道啊 大师有很多弟子 每次开坛都需要这些弟子护法 因为大师这些年 只要出摩抽价多 他怕在自己权力开坛 做法的时候啊 有仇家趁学而入 旁边就给我直接解释了 这说法可把我镇住 用现在的话说啊 就是把我雷了个外交里嫩 欲罢不能 我不由自主地念叨了一句 这大师 可真够高调的 结果旁边那人不服气了 大师很低调的 你知道 公安局就是容不下 他们这些民进高人 他不是为了大家 根本不想开坛作法啊 哟 这大师这么无私啊 可为啥我发现 我想请他 这钱却不够啊 我这故意底了一句 说实话 我是真看不下去了 像我师祖啊 收钱就是收钱 顺眼的 我不收就是不收 从来不标榜 自己是道德的标兵 至于我师父呢 压根就对钱没有概念 纯粹是凭本心出手 这样的骗子大师 倒成了慈悲之人 我很想听听那人 要怎么样回答 那人一听我这么说 竟然发出了一声 无奈的叹息 我听说大师 也不想收钱的 可是他手底下 那么多徒弟 要靠着他 每次出手之后 他都很虚弱 要补身子 给钱是必须的 而且大师 从来不说价钱 都是那些苦主 自己看着给 听到这儿 我在心里边 冷哼了一声 也没再说什么 也不得不承认 有些假道士 比真道士 还要得人心一些 怪不得师父常说呢 骗子往往是 最能把握人心弱点的 一群人 这时 时间已经是七点五十了 大师迟迟没有出现 倒是忽然冒出来 十来个人 一进这里 人家就跑架子后面去了 等出来的时候 全部都变成了 道袍加深的道士 人们都在惊慌 大师的徒弟来了 大师的徒弟 看起来也很有本事的样子 我一看 确实 比起我这真道士来 人家的确更像道士 一副宠辱不惊 悲天悯人的样子 迈着四方步 非常风度翩翩 在坐下的时候 还不忘行个道家里 对人们喊一声 无量天尊 对比之下 我跟一个会会似的 可是我看那群徒弟 分明就看见了一个熟人 从小我这记忆里就很惊人 很多和我有个一面之缘的人 我常常要过很久 才会记忆模糊 所以那群徒弟里的一个人 很快就被我认出来 那人是谁啊 那人就是那天晚上 我和苏肉去厂区查探 撞了苏肉 然后狠狠瞪了一眼苏肉的人 这人是大师的徒弟 我皱眉仔细一下 所有的事情就联系起来了 怪不得遇见他以后 我和苏肉 不就听见了所谓的鬼哭声 我把我的发现低声跟苏肉说了 苏肉只是摇头 他说这个发现没用啊 凭我俩口说无凭谁信呢 苏肉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我想只要有两个保安哥 当证人的话 这一切还好 所以我横横的看那一群徒弟坐下 然后耐心的等待着 过了一小会儿 我听见人群中就开始议论起来 七八个原本坐着的老板 也神色激动的迎了出去 接着 我很快就看见几个老板 簇拥着一个身穿道袍 看起来非常道貌黯然的人进来 我上上下下打量着来人 四十岁左右 当真是一副好卖相 五官端正神色慈悲 手持着扶尘 一身道袍 当真是把他衬托得先锋道 进了以后 这人同样施了一个道家礼 对人们说了一句 无量天尊 言谈间带着礼貌的微笑 声音稳重而富有慈性 让人有一种这就是高人的范 苏肉看到这儿 他不由得对我说 三娃 要不是我从小就跟你一起长大的 那绝对的 我绝对会认为这个人才是一高人 至于你和姜爷 一个是个老混混 一个是一个混吃混喝的小白脸 我听到这儿那个气 忍不住就对苏肉说了一句 你妈的 这苏肉很无辜 我 我妈咋了 我妈不就你姨吗 我也懒得跟苏肉扯 继续看着这个人的表演 果然 这人是一副淡定的样子 对人群说道 我道家 已想自卑 在一般的情况下 是不会对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出手的 不过以你们几位施主所说 这鬼物 已经影响到几位的生活 再下一步 说不得 就要伤人了 无奈之下 我也值得出手 另外 几位老板所给的香火钱丰厚 若有剩余 我定当捐献给道观 或者所需之人 为几位多吉福德 好一副悲天敏人的样子 我忽然觉得很惭愧了 我和我师父 咋就没有这种高人的形象呢 走在路上 别人就觉得 这一老一小俩混混 面对这种大师的说法 那几位老板显然是感动 在这其中呢 还有帮我和酥肉造假的老板 这林色鬼也感动了 真是谢谢大师 我都无所谓了 就是担心儿子女儿受影响 那什么鬼 哭的人呢 这晚上保卫都睡不安稳 我就怕他们找上我家 影响到我儿子女儿 就是啊就是啊 这段时间更猖狂了 天天晚上哭啊 是啦 我就怕像大师所说的呀 下一步就出手伤人了 几个老板纷纷朝着那位大师祖鼓 那位大师带着慈悲的微笑 一边耐心的听着 一边谦逊的点头 等老板们都说完以后 他才凛然换上了一副 威严的表情 朗朗倾天之下 我人间岂容鬼物作怪 几位施主放心 我定然收了那股物 还我人间清净 今日法事之后 包几位施主一样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让鬼物在人间惩凶 我在心里边呸了一声 真他妈像魏道士 可真正的魏道士 何尝是站在人前这样过 荒村里默默无闻死掉的那些 那才是真正为人们奉献的魏道士吧 他们可有站出来说什么呢 可曾收过人们一分一毛钱 那大师自然不知道 今天人群里就有两个捣乱的在其中 他发表完他那正义宣言之后 立刻就有徒弟 端上了一盆清水给他洗手 然后又有一个徒弟 手持着铜盆 用柳枝沾了铜盆里的水 洒在他的身上 苏肉不解这一系列动作 不用得问我 三娃 这啥意思啊 进盆洗手啊 我也不懂啥意思 拿柳枝洒水在身上是洗澡 所以我没回答 旁边倒是有人回答了 你们两个玩儿不懂 我就不要乱说 施法之前是要静身静手的 好 我忍了 要静身呢 不早就该静好了吗 来这里装逼 为何不煮一桶香汤 当众脱了衣服跳进去 我也懒得说了 却见那大师已经是神情严肃的走到法坛前 拿起了一个三清灵 开始念念有词 一边念着 一边在法坛前面乱走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大师的弟子们也开始诵经了 这念的是啥呀 我这仔细一听 差点没晕过去 妈的 真搞下故宫了 个个都在念道德经 说实话 这还真有气势 用经文的特殊语调念出来 人们不仔细听啊 也听不明白 就算听明白了 很多人也不太清楚 道德经的具体内容 除了那几句耳熟的 至于大师口中也念念有词 至于念的啥 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这大师在台前一副很痛苦 很吃力 很便秘的样子 在努力的卖弄 这时候 人群中自然不可能安静 那么新鲜的场面 人们自然是要议论几句的 也就是这种当口 大师的一个徒弟站了起来 很是动情的对大家说道 师父 在他不刚 摇灵的 沟通鬼屋呢 用慈悲的方式劝解 很是伤身 请大家不要议论 免得分了师父的心 造成损伤 谢谢大家了 无量天尊 人们听了自然是不好议论 这一处弄得我倒是目瞪口呆的 不准议论是个啥事 他徒弟不说 我还真不知道 这大师是在踏步刚呢 踏步刚什么时候 有这功能和鬼沟通了 至于摇灵当是什么 刚才还表演他们专业的 这不露馅了吗 再说了 三清灵功法虽多 但无不与驱鬼静心有关 什么时候也变成能和鬼沟沟通了 面对这一出表演 我已经是无力吐槽了 倒是苏肉在旁边非常小声的说了一句 乖的 然而安静是假 故意说些专业名词 取信于人是真吧 这时候 那恼人的铃铛声 一下停止了 那大师一副遗憾的样子 对人群说道 经我一番劝解 那鬼屋竟是不敢退去 说是有怨气未发 一定要留在这 老板们 你们做生意 可是要慈悲呀 这话刚一落音 这些老板 一个个吓得是面无人色 倒不是说他们做生意不慈悲 而是这里曾经有个老板 好像和一个女员工怎么怎么了 然后那女员工可就上吊了 这种事一打听就打听得出来 不过人们的联想能力一向出色 肯定就想到什么了 一时之间呢 大家更把这大师当成了神仙 果然这心理游戏玩得不错 同时这也引起了那些老板的惊慌 他纷纷地问道 大师 这这这这要咋办呢 大师 这和我们无关呢 那大师一副慈悲的神色 用手示意大家烧完物造 然后说道 既然我已接下了这件事 那就会管到底 事已至此 我不能看见了青天白日下 还有人被鬼物所害 所以 我就拼着损好自身 也把这鬼给收了 说到这儿 大师声音一顿 不遗憾地叹息了一声 唉 原本以为可以说服他的 没想到还是要动用一身功力 拼着孙豪灭了他 这样 太残酷了 大师是慈悲的 可是他弟子不干了 一个正在卖命 念诵道德经的弟子 一下站了起来 无比动情地对大师说 师父 不能这样啊 这损好可不是寻成药能补回来的 那人神黄金 哪样都难寻难买的 您这些年接仇有多 不知道多少东西 要找您麻烦 您若这样了 我们这些弟子咋办呢 我日 这酥肉终于忍不住骂了一句 这群人也太他妈暗眼了吧 至于我呢 倒是冷静了下来 决定要出手揭穿这些人的骗局 其实刚才我有一个发现 真不忍心给大家说出 我虽然没练什么佛家的天耳通 但是在灵觉的帮助下 如果有心集中精神去听 还是能听见很多东西的 我仔细听了 配合那大师的口型 我已经肯定 那大师所谓的念念有词 说的就是一句话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吃土豆不吐土豆皮 这发现要是一说出来 我都不忍心了 这不生生证明了 这里围观的人都是猪吗 那大师和徒弟一番忘情的表演 果然引起了轰动性的效果 徒弟非让劝 大师非要做 演的这些原本就惶恐不安的老板 就忍不住说了 大师大师 我们再加些钱吧 就务必除了这鬼啊 大师 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要省了 我们再添些钱就是了 终于啊 那大师愤怒的骂徒弟 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吗 这钱 我自己贴就是了 这鬼我是收定了 那徒弟则由此说道 师父 您就收了吧 否则有更大的祸事啊 那些老板也纷纷表示 再加些钱是无所谓的 眼看这事就要尘埃落定了 苏肉终于忍不住轻壳了一声 而这时我已经站出了人群 静止走到台前 大声对几位老板说道 老板们 大师如果不收 你们就不要给了吗 这不是献大师于不义吗 大师悲天悯人 降妖除魔就是大师的本分 别人又不是为了钱 那几位老板 莫名其妙的看着我 特别是那广州老板 不可能不记得我 他指着我刚要说些什么 这酥肉已经跳出来 这小子 随手从供桌上 拿了两个苹果 一个自己啃着 一个就塞给那广州老板嘴里了 一边塞还一边说 老板你不要多说啊 我这哥们的师父和大师可是熟人 让他们自己谈 说话间他对那老板几没弄眼的 弄得那老板莫名其妙 一时间倒也真不知道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倒真不好多说了 我这番话呢 可是从大师的立场出发 那大师的脸明显一沉 可偏偏不好说什么 只是一副道望岸然的样子 小施主说的有理 但我分明注意到 这个所谓的大师 已经悄悄给那徒弟使了眼色 那徒弟也是上道的人 立刻就说的 我师父要是出什么事 你来负责吗 今天我就拼这个不义的罪名 要阻止这场法事 我 我 说着那徒弟扑通一声 就给大师跪下了 然后也不知道 是不是趴下的时候 抓紧时间给自己 滴了两滴眼药水 抬头就已经泪流满面了 师父 这场法事不能做 瘦了那些钱 还不够你这场法事损毫的 退了吧 我们走 您不能置你安危于不顾啊 那大师同时也是一副悲伤的神色 可是鬼物伤人 我等道家之人 岂可置大意于不顾啊 这声 我他妈倒成反面角色 在这对伟大的师徒面前 活脱脱就一小人 已经有老板忍不住说道 哎 我说 你哪来捣乱呢 跪点滚出去 还有人已经准备要上前来拉我 我立刻大喊一声 大家别慌啊 其实刚才我已经有了感应 鬼来这里了 真的 不信大家听一下 但是你快出手吧 我的意思啊 那钱就不用这些老板付了 我给你 我这话说的大家是毛骨悚然的 又莫名其妙的 包括那对伟大的师徒 也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就在这一时 大家分明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 是那么的清晰 那么的明显 我很是惊慌的对着大师说 大师 快出手啊 那大师和他的徒弟 一时半会儿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的 我又大声说 这女鬼哭的声音 在场的很多人都听见过 是不是这声音啊 是不是一个鬼啊 这时候人已经慌了 有好几个人同时说道 就这声音 够日子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是啊是啊 这帮老子好多天了 不会错的 就他妈这个 赶快呀大师 快点抓住他 我在一旁吼道 大师 那么辛苦 抓鬼还有损后自身 我来吧 我有个简单的办法 说完这句话 我大吼了一声 够日子 别哭了 小夕老子 托你回去打一顿 我阿婆娘就是这样 老子可要念召了啊 听好了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这算奶门子咒语啊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拿着一种 看神经病的眼神 看着我 可是奇怪的事 就是发生了 我的话刚一落音 那女鬼的声音就没了 人们顿时是一轮纷纷 而那大师和他的徒弟们 脸色全部都变了 我看见其中有一个徒弟 站起身来 开始四处打量 然后走开了去 看来啊 他们是要逮人了 原本缠住那个广州老板的酥肉 马上跟了过去 这一切 就是要打这个所谓的大师 一个措手不及 让他们来不及反应 所以我吼出这些话 都不带停顿的 我看都不看那大师一眼 接着就喊 这咒语要念三次啊 你们听着 这狗热的鬼又开始哭了 果然那鬼哭声又开始了 我故意要整一下 这个所谓的大师 所以非常干脆的说道 这咒语 大家一起念 也是有效的啊 来一起吼 三天不打 上王接瓦 逗人的是 果然有好些人 跟我一起吼着 三天不打 上王接瓦 那场面 颇为壮观 这时候 我在看一眼那大师 他面子上 果然是挂不住了 狠狠的瞪着我 而在场的有心人 大概已经明白了一些什么 人群当中 议论声不绝于耳 而苏肉果断的 缠住了大师的徒弟 而这时 已经有好几个 所谓的徒弟 走了过去 估计啊 是想找苏肉麻烦 我知道不能再玩下去了 于是就喊他 哎 我说两位大哥 你们出来嘛 大家安静一下 这时候 果然有两个 提着录音机的人 就从那架子背后 走了出来 就是那天晚上 两位保安大哥 他们飞快地 几个人群 走到我的身边 我双手抱胸 大喊了一声 苏肉 来 过来 免得这群骗子 把你拖出去打一顿 苏肉那小子 喝起机灵 明白我那么一喊 就是为了 引起大家注意 借助人群的优势 监控着这一切 免得他呀 无声无息地 被拖出去打了 他赶紧大喊一声来了 然后就跑到我的身边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些人 还真就不好做什么 从两个保安哥手上 拿过录音机 我对大家说道 还想不想见一次鬼啊 说话间 我又按下了 那个录音机的播放键 果然那鬼哭的声音 又传出来 这时 所有人都明白 是咋回事了 可还是有些不解 这个呢 就需要我去说明了 但大师岂是 坐以待毙之日 他忽然开口说道 这位小兄弟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来 我的法师上捣乱 弄一盘不知所谓的录音带 又是为了什么 是要证明什么吗 我自问 在成都待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人说过我是骗子 这话就说得非常明显了 直接把话摊开了 而且 还用他在成都待了 这么久的声誉来压我 那意思很明白 要我是骗子 咋没人来击穿呢 你是要陷害我 果然 他这话一说 人们又开始动摇了 可是老子陈诚仪 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危险 我大声说道 把门关上啊 今天大家就关门说个清楚 谁是骗子 等下就会水落石出 无疑啊 人们是爱看热闹的 我这么一说 已经有人很积极地去关门了 这时候 我也没注意到 大师的其中一个徒弟 趁乱已经跑了出去 引出了后面的种种事情 很快 人们就把门关上了 我才不管所谓的供桌 直接把那供品捣挡下来 跳上了供桌 大声说道 事情早要有个先来后到 反正真金也不怕火烈 你既然说你是道家传人 你是大师 我给你个机会证明 你要先说什么吗 这大师哼了一声 一副不屑说明的样子 背个双手 很是镇定 也不知道适不适妆的 倒是他那徒弟站出来说道 我师父在成都待这么多年了 在很多上层圈子都有名望 你当那些上层圈子的人都是傻子吗 一个骗子 能有那么多年的生育吗 这话说的多洗礼 和他师父简直就是一个调点 其实我也有些疑惑 其实身处上层的人 能到那个地位 非但不傻 不好骗 反而非常难骗 他们是为啥要相信这骗子的 不过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我想了一下 如果去精心布置一场骗局 有心磨算别人 破不了也是正常的 毕竟无心对有心嘛 无心那个人总是要吃亏一些 这些小老板 不就是被你们骗了吗 知道这盒子在哪儿来的吗 这是我录下来的证据 你别说是我自己乱造的 在场那么多人 都听过那个所谓的鬼哭 这个造不了假 要听听他的来历吗 那个时候 是个人都知道 空白的袋子 可以复制另外一盘磁带的内容 就跟现在的优盘差不多吧 说话间 我给两个保安大哥 就打了个招呼 这俩保安大哥 开始说开了 毕竟他们在这一片熟啊 说的话更有信服力 另外呢 我还有杀手锏 我倒要看看 这些事情说出来之后 这些骗子 要怎么自处 保安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片哗然 显然这个骗局并不高明 但在特殊的时间 也就是深夜 特殊的地方 也就是在那厂区里 偏偏就起了奇效 骗住了所有人 保安哥说完以后望着我 我大了啦的就坐在棕桌上 啃着一根香蕉 这香蕉吃完了 我又开始啃苹果 为了这片局 我和酥肉饭都没吃 我可是饿坏了 听见保安哥说完了 我随手就扔了苹果壶 拍了拍手 望着大师就说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的 那大师撑着不懈的表情 哼了一声 要人纯心害我 我无话可说 那淡然的 带着一丝丝小委屈的模样啊 不知道的人 还真以为我陷害他了 人们此时已经 想起了我大半 当然还有稍许有些动摇 毕竟那大师声明 鸡威已久 要动摇也不是那么容易 另外就是 那大师的表演功力 太到位了 连我都觉得他有些无辜 何况这些普通人了 一时之间气氛有些僵持 我无所谓 还有杀手锏没用呢 果然这大师不说话了 他那些徒弟倒是他完美的代言人 这时候其中一个徒弟就站起来 他大声说道 你们要陷害我师父 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卷录音带 这个我们没办法 但所谓轻者自轻 这里闹鬼 是这些老板主动找上我们的 而不是我们找上门的 带着了 这里闹鬼 可不止一个女鬼哭吧 有人还看见了邪物 就比如那窟窝 你又怎么解释 我就知道 这个时候人群又开始议论纷纷了 确实啊 说是骗局 别人又没亲自找上门来 而且那骷髅要咋解释 淡定中 我就从包里摸出一支烟来 点上之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 当白色烟雾吐出来的时候 我这才说道 你们是不用找上门来 在人们惊慌无措的情况下 让有心人传播一下 你们的名声不就好了吗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人们一思量 的确是啊 普通人平时 哪里会认识什么道士 特别是在惊慌的时候 如果有个什么有用的消息 那一定会死命地逮住啊 那徒弟知道关于这件事 再变也是枉然 直接咄咄逼人地问我 那骷髅呢 骷髅你要咋解释 如果说两天前 他们这么问我 我一定解释不了 可是这两天 我就光琢磨这事 和苏肉两个臭皮匠 还真的就想出原因来 试验了一下 的确也是如此 我大喊道 这事 马上就给你们证明 苏肉 我喊了一声 苏肉却早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时候他从包里 拿出了一件 让人帮忙做的黑色连体 上面 用白色颜料 加上一点荧光粉 发了几根骨头的图案 翻出这件衣服后 苏肉直接穿上 远远看去 就像一个被打猎的 黑色大摩摩 我强忍住笑意 然后喊道 那位哥们 来帮忙把灯关一下 立刻就有人行动了 关上了灯 这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穿上连体衣的苏肉 根本就看不见了 只看见几根白色的骨头 凌空飘着 惨白中 散发出点点的绿色 猛一看 还真的有点吓人 好了 开灯吧 随着灯光的亮起 我摸了摸下巴 大家也看见效果了 我想问 如果我在这黑色衣服上 画一个骷髅架子 然后弄个黑色头套 上面画一个骷髅头 然后在大碗上呢 让迷迷糊糊的人们 惊鸿一瞥 你说会是什么效果 其实这些事情 想通了就是这样 有些骗术揭穿了 也很简单 可是人们往往就会 陷入到这种 简单的陷阱里 就如现在的大多数骗子 所用的骗术更加简单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 上当受骗 不是吗 难得这些骗子 还布了那么大一个局 这就是我的杀手锏 我的底牌 他们的骗术 我已经完全的破解了 我微微仰头 望着那似乎高高在上的大师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可是那大师 还是强装镇定 叹息了一声 唉 我行走江湖多年 结下不少愁情 没想到 有人竟然设下 这样的套子 让我钻了进来 利用我的善良 罢了 罢了 我吸了一怒 当时站起来 指着那大师 一分天鹰地说道 你这话啥意思 意思是有人 故意弄这些鬼事来 然后让人去请你们 让你上当了 那大师 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你觉得呢 我呸 既然如此 你身为大师 难道没发觉是没鬼吗 刚才你不是亲自说 鬼很厉害 沟通很吃力吗 你不是亲自说 自损道员 灭鬼吗 现在又说是陷阱了 你要脸不 终于那大师 绑不住了 有些惊慌起来 自打耳光这种事情 被他完美地 掩饰了出来 这就是一个骗子集团 我看见大师 拼命地望着他的徒弟 估计是在识眼色 可此时已经是尘埃落定 我这心情轻松 只是说道 为什么咱们中国 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家文化末路 就是被你们这帮骗子 给糟蹋的 没啥好说的 报警吧 这时候人们的愤怒 也终于到了顶点 口口声声都嚷着报警 那群骗子徒弟 突然站起来 拖着大师一边吼道 我们师父是好人 我们不是骗子 他们一边说着 一边往人群里边挤 这就是骗子的惯用伎俩 一旦骗局被迫 就制造混乱趁机溜走 果然 他们是在往门边挤 只要今天他们跑了 然后人海茫茫 他们在消停一段时间 再到哪去找他们呢 而且呢 他们在成都经营这么多年了 肯定也有一定的人脉 如果不是今天这种 人正物重 聚在的困局 说不得他们有什么办法脱困 不过现在的情况乱糟糟的 我一个人也阻止不了那么多人 我不时听见人群中吼他 哎呀 谁推我脚了 哎呀 别推我 这些骗子 我恨的是咬牙切齿 大家别乱 骗子想跑 把门看好啊 我一语就吼出了骗子的目的 人们果然清醒了许多 很多人吼他 大家不要慌 免得骗子跑了 在大家冷静下来之后 果然骗子的突围就不那么顺利 只过了不到十分钟 那群骗子就被人们围在了中间 在重重的人影中 他们想制造混乱跑出去 那是不可能了 这时局面已经控制住了 我一种非凡的成就感 我终于打击了一伙破坏道家名声的人 这比和酥肉出去赚钱赚很多的感觉还爽 我站在宫桌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那群人 然后说道 大家围住他们 去一个人报警吧 那群骗子听见这样说 都有些绝望了 包括那位大师 一个个神色都很颓然 只有一个人 我看见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不说话 只是恶狠狠地盯着我 那感觉就像被一只饥饿的恶狼 给盯住了一样 在那个人的目光之下 我忽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后背直起鸡皮疙瘩 说实话 那人我认识 不就是那天撞到酥肉那个人吗 他给我的感觉 不像成都本地人 成都男人大多比较幽默 温和 根本没有这种骨子里的凶狠 就像是丛林野兽似的 他到底是谁 我忽然有这样一种疑问 可下一刻我又释然了 是谁都不要紧 反正进了警察局 一切就会真相打白